另外一方面您可还记得吗 热比亚纪录片去年在高雄电影节播出 当时引发轩然大波 还有一对路客说抵制到高雄 导致高雄的观光业急动 从饭店到夜市 他们都说业绩掉了六成以上 结果昨天晚间看到热比亚的女儿 这是热衣辣 她到高雄来宣传纪录片 没有想到夜色摊贩一听到 老板的脸立刻垮了下来 她说既无难又生气 因为生意好不容易回笼 怎么又来了 吴秀上衣配上假脚拖鞋 她是热衣辣 替妈妈热比亚到高雄宣传纪录片 爱的十个条件 这部片去年在高雄电影节播映时 引起轩然大波 路客甚至因此抵制到高雄观光 摊散生意大受影响 热衣辣很惊讶 频频道歉 我非常抱歉 因为我没有知道 因为你们在电影中失败的业务 那是中国的 去年的热比亚效应让高雄观光业急动 从饭店到夜市摊贩 业绩至少都掉了六成 好不容易观光人潮回笼 这回热衣拉到高雄来宣传热比亚纪录片 摊子前挤满路客的果汁摊老板一听到 立刻垮下脸来 将毒纪录片话题又在发烧 夜市摊贩全都搓雷蛋 生怕热比亚的女儿热衣拉到高雄 又引发政治效应 让她们无辜遭受波及 中天新闻记节奸报经营高雄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